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共新任外交部长秦刚在短短三个月的时间 由副部级火箭晋升为副部级的中共领导人 外媒认为就是因为他的战狼作风 秦刚提前接替晋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外办主任的王毅成为新任中共外交部长 中央社认为他并没有寻网力于2023年3月召开的 新一届全国人大会议接受任命 从去年年底到今年3月 短短三个月时间 秦刚升为中共党和国家领导人 5年前 时任中共外交部长王毅也升任国务委员 不过王毅是当了11年的政部级外交部长 才晋升到副国级的国家领导人行列 秦刚只用了3个月 《星岛日报》报导认为 秦刚的篡声在中共官场罕见 也显示他深得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高度信任 有时评人士表示 秦刚之所以能如此快篡声 主要是因为他的战狼作风得到了习的信任 而秦确实为习在外交领域卖力 现在由于习近平独断专行 中共官场处于一个怪权 就是很多需要专业人士的地方换成了习的亲信 比如秦源先并没有对美外交的经验 却被任命为中美大使 之后又很快成为外交部长 他和国务院的新班子类似 虽然都是习的亲信 但是未来的工作都不被看好 秦刚在今年两会 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记者会上 回答了台湾、中美关系等问题 使用了与狼贡物、中美关系地动山摇等词汇 语言风格粗鲁被外界聚焦 秦刚在两个小时的记者会中 一改中美大使期间的温和风格 呼应习近平当天对美国的点名职责 也18次点名谴责美国 并警告美国假如在对中共政策问题上 不改弦刚章将会有灾难性的后果 战狼特色引起国际社会的侧目 秦刚批美国在台湾问题上 不尊重中共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称台湾问题处理不好 中美关系地动山摇 秦刚还威胁 如果美方不踩刹车 继续沿着错误道路狂飙下去 再多的护栏也挡不住脱轨翻车 必然陷入冲突对抗 谁来承担其灾难性的后果 英国卫报以战狼归来 中共火气冲冲的外长秦刚媒体报道说 美中关系是一种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 这是火气冲冲的新外长秦刚 在去年12月就任以来 第一次在媒体面前亮相时做出的总结 报道说 最重要的是秦刚的战狼作风 使他成为习近平宠幸的盟友 新冠病毒COVID-19 这一致命大流行病爆发三周年之际 美国国会通过法案要求公布有关病毒起源的情报 这之后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本周六表示 对新冠病毒溯源是科学道德的当务之急 必须探索所有假设的可能性 这是他迄今发表的关于溯源任务最为强硬的表态 也是迄今为止该联合国机构 仍致力于查明病毒起源的最明确迹象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一家美国机构评估称 新冠疫情大流行 很可能是由中共实验室意外泄漏造成的 这给世界卫生组织的溯源工作增加了更多压力 美国众议院本周已经投票决定为上述评估报告解密 预计相关报告内容很快会公之于众 北京已经对相关结论予以否认 周六晚间 谭德塞在推特上发文表示 理解新冠疫情的源头和探究所有假设 始终是一项科学上必须完成的任务 以帮助我们避免未来的疫情爆发 同时也是面对数百万死于新冠的人 以及保住长期新冠困扰的人不可推卸的道义责任 此推文发布正值WHO正式将新冠疫情定义为 大流行三周年之计 本周末由活动人士 证件人士和学者联署的一封公开信发出呼吁 此时人们关注的焦点应该是如何避免新冠疫苗分配的不公平 因为这造成了至少130万原本可以避免的死亡病例 2021年一个由世界卫生组织带领的专家小组 在武汉地区进行了数周调查 随后发布的报告指出 新冠病毒很可能是通过另一个中间宿主 从蝙蝠传染到人身上的 但是在这方面还需要更多研究 中共则拒绝了后续的调查行动 在此之后 世界卫生组织成立了一个关于危险病原体的科学咨询专家小组进行调查 但北京却拒绝配合 现在谭德塞这种明确的表态 隐约指向实验室泄露 无疑是站到了北京的对立面上 台海形势紧张 谁都无法保证解放军不会对台湾发动突然袭击 据英国经济学人周刊报道 如果中共选择开战 可能以军演作为伟装 且美方根据情报所能提供的预警时间 最短可能只有几个小时 报道说如何提升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对于开战的疑虑 又不会让他决定立刻攻台 仍考验美方技巧 经济学人11日发行最新一期杂志 以台海风云作为封名故事 标题为为台湾而战 总共8篇的系列报道涵盖当今挑战 历史 经济 半导体 两岸 国防 政治 国际关系等角度 深入分析台湾在中共的武力威胁下 如何发展经济及防卫战力 其中一篇谈及美中在为台湾之战做准备 以及如何能够避免这场战争 这篇报道说 美国未来若与中共发生军事冲突 美军印太司令海军上将阿基里诺将负责督导作战 阿基里诺在俯瞰夏威夷珍珠港的司令部表示 他的首要任务是竭尽所能避免冲突 经济学人的报道分析 习近平若选择了战争 许多行动可能伪装成军演 而美国国防官员表示 美方可能只能提前两个星期 看到战争在即的明确迹象 例如中共储备雪库等 但若是共军要展开 占领临近中国的岛屿等规模较小的行动 预警时间可能只有几个小时 经济学人的报道说 美国将会向他们在俄乌战争中所做的 尽早揭发中共的战争准备工作 并号召国际联合反抗 但若习近平以某些挑衅作为借口 并发动封锁等未达战争程度的行动 美国获其盟邦的反应 就可能不那么果断 另一方面 中共也面临选择 是指攻打台湾 希望在美国及其盟邦 举其不定的时候 创造继承事实 还是应该攻击区域内的美军 发动另一场珍珠港事件 若选择前者 美国将可攻击中共的侵略舰队 若是后者 则几乎可以保证美国将全新参战 而且如果中共攻击的是驻日美军基地 日本也可能参战 报道说 一名美方官员称 我每天都为解放军的能力所震惊 同时 这位官员强调 分布式杀伤力的重要性 一指一方面让部队分散并不断移动 以避免轮为容易攻击的目标 一方面维持集结或协调攻击的能力 报道并提到 在战争初期 击沉中共侵略舰队是保卫台湾的关键任务 这项任务主要会落在浅舰和长城轰煞机制上 经济学人这次系列报道其中一篇指出 台湾最大威胁是民众未准备好对抗中共 其他几篇向读者介绍过去历史 与认同如何形塑台湾 对中国经贸投资已开始转移 台湾半导体产业 以及与中共之间的心理战等对抗 并报道台湾现今所需要的是豪猪战略 以便让中共难以并吞 同时点书明年总统大选将决定台湾的未来 也让全球读者了解 台湾当前更需要国际的支持 以免充满活力的民主制度遭到独裁政权破坏 准备2024年争取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 美国前副总统麦克·彭斯 和前总统唐纳德·川普已经彻底决裂 周六彭斯对川普发出了 迄今为止最强烈的谴责 彭斯说川普对鼓励2021年1月6日 其支持者在国会大厦发生骚乱负有责任 川普错了 我无权推翻选举 彭斯周六晚上在一年一度的烤肉架晚宴上 对一群华盛顿精英记者和政府官员说 那天他的鲁莽言论危及了我的家人和国会大厦的每个人 我知道历史会让川普承担责任 在晚宴上 他对主要是保守派立法者和福克斯新闻评论员正在进行的 试图淡化国会大厦的骚乱表示不屑一顾 在这场暴乱中 也有一千多名川普支持者被捕 到目前为止 约有一半人被判犯有一系列罪行 彭斯还表示 人们有权知道在骚乱期间发生了什么 他赞扬了记者在报道骚乱中所起的作用 川普已宣布参选2024年总统候选人 彭斯也表示他也在考虑参选 彭斯开玩笑说 我会全心全意 毫无保留地支持共和党2024年总统候选人 如果候选人是我的话 以上就是本期《万维独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 转发 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